看真实案例凭人间悲欢 大家好我是Ray 欢迎打开M2档案 哈佛大学有个高帅副教授 为了四块钱死磕一个中餐馆的小老板 小老板呢 一人再人 忍无可忍 无需再人 多年过去后 您猜猜 这俩人到底谁 笑到了最后 这个故事啊 发生在由美国雅典之称的波士顿 这云集了包括哈佛 MIT在内的十所顶级高校 可谓是全美文化而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 因为云集了全球各地 慕名而来的求学者 这慢慢的也成为了一个美食之都 除了著名的波士顿大龙虾 还有很多店面虽小 但是却主打一国风情的家庭式小餐馆 让那些背井离乡的深深学子 能时不时的过来打个牙记 解个香愁 一个名叫四川饭庄的中餐馆 也是这其中之一 您别看这店面黑乎乎的不打眼 里面的桌椅板当然也只能用朴素二字来形容 但却是家开了18年的老字号 前任老板老段 是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 这也让菜单上除了有西兰花炒牛肉 General Tao之类的美式中餐外 还有麻婆豆腐 蛋蛋面 蒜泥白肉等正宗川菜 当年一些中国留学生回忆 如果跟老段多套上几句交情 他高兴起来还能在店里做出非常正宗的麻辣火锅 不管是选材到熬制汤底 都是力求做到还原家乡味 一口下去 让那些被热狗汉堡折磨的学生们 感动得热泪盈眶 厚道的段老板 也只收这些过来解馋的同学们 一个成本费而已 而且段老板 也不是大家印象中那种脑袋大脖子粗的厨子形象 而是风度翩翩 气度不俗 细问下来才知道 他在国内 其实是一个小有名气的 蓝高音歌唱家 多年前 在波士顿大学研习过西洋歌剧 从歌剧魅影 到颠勺长厨 这个转变 除了生计因素 可能更多的 还是骨子里对美食的一腔热爱 而这个热爱 也遗传给了儿子段燃 他在大学的酒店管理专业毕业以后 回家接手了父亲这间 倾注了半辈子心血的小店 成了学生们口中的小段老板 可就是这么一家小小的中餐馆 却在2014年 因为四块钱而惹上了麻烦 这天 一个名叫Benjamin Edelman的哈佛大学教授 在别人的推荐下 用网上订餐 线下取餐的方式 在四川饭庄点了蒜香鸡 腊味花生虾 水煮鱼片 和酱炒包菜 一共花费了53块3毛5美金 回到家 享用完了晚餐以后 他随手拿出了打包带里的小票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网上下单的时候 明明不到50块钱嘛 怎么店里负账的时候 多出来了4块钱呢 于是他给餐馆打去了电话 因为当时正是客流量极大的时候 没人接 于是他在网上找到了邮箱地址 语气严厉的给小段老板发过去了一封邮件 质问他为什么乱收费 小段老板没过多久就回了信 首先表达了歉意 然后解释说 因为原料物价上涨 所以餐馆不得不在几个月前 对菜品进行的价格调整 除了钱菜 小时以及酒水之外 所有的正菜都多加了一块钱 不过因为网站是委托别的公司创建的 没能及时联系进行修改 于是导致的上面还是标注的是之前的价格 莫了 小段老板对这个事物再次道歉 并且说多收那三块钱 已经退回到了教授用来支付的信用卡上 可就是这么一封道歉信 却激怒了哈佛教授 他又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 而且一上来就集中火力 我点了四个菜 每个多了一块钱 所以你明明是多收了我四块钱 为什么只给我退三块钱 然后他又引用了一大顿法律原文 用专业名词指出 这种行为属于在微小的范畴内 故意或者知情的违规 应该受到三倍于损失的惩罚 换成大白话就是 不管是三块钱还是四块钱都太少 你这个情况应该赔我四乘三 一共十二块才对 在邮件最后 他还特地强调了一下自己的身份 我在哈佛大学拥有四个学位 现在是商学院教授 而且拥有律师职业执照 言下之意就是 你如果不老老实实赔钱 我分分钟告你呀的 面对教授的咄咄逼人 小段老板还是选择了退让 不仅退给了他所要求的十二块钱 还找人加急把网上的价格都修改了一遍 并且在邮件里附上了新的价格截图 意思是 我们已经知错就改了 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 就别为难我们小本生意了 结果教授 却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 他居然又又又写了一封邮件 这回呢 把自己放在了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上 天知道你们在我发现之前 敲咪咪收了多少人钱 你们这明显就是为了想多赚钱 故意把价格放在那网上不改 在小额法庭上 你们这行为属于恶意欺诈 会被处以最少二十五美元的罚款 然后教授说 念你们是初犯 而且估计新移民对美国法律也不熟 所以我就不跟你们多要了 你啊 就把我之前那单消费打个半折吧 跟那二十五美元的罚款下限也差不多了 好啊 这下轮到小段老板给气炸了 他也毫不客气地回了一个邮件 表示 我们一直都是本分做生意 提价也是因为整体物价上涨 而迫不得已的举动 过去几个月里来 店里堂食的客人 都是按照新价格来支付的 你让我们给网上下单的人退钱 那对于线下来的客人 对他们公平吗 而且啊 就算按照您这么资助比较的劲 五十三块三毛五半折 二十六块六啊 比你说的二十五块罚款多了一块六 先前是谁在那一块钱上跟我纠缠不清来着 你双标你了不起啊 这封忍无可忍不能再忍的邮件啊 彻底点燃了教授的火药桶 他不仅是以自己律师的身份 自己代理自己 向四川范庄提出了诉讼 还把这段经历写成一篇四千多字的讨伐文章 放到了自己的校园王主页上 而且因为害怕没人看啊 他还把这个文章布置成了作业 让班上的学生回家好好阅读 并加以学习 美其名曰要让他们了解 如何运用法律作为武器 保障自己的权利 不管这个权利的侵犯是多么的微小 结果这番操作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反效果 主要原因是这个教授啊 不管是从教学质量还是为人处事 都不怎么招人待见 相比系里的其他教授啊 这个Edleman教授平日里是高高在上 而且严厉的有些不近人情 比如有同学说啊 自己仅仅因为写的文章比他要求的字数超过了四个 而被整个打回来冲写 还有同学说啊 作业交上去只得了个C 但是呢除了这个评分 通篇看不到任何批改的痕迹 拿过去问自己到底错哪了 得到的只是教授一句居高临下的反问 你自己写的连错哪的都不知道 这么一个面对答疑解惑多一句话都嫌多 批改作业息字如今的人 居然为了四块钱 不仅来来回回的跟对方邮件battle了一个多礼拜 一口气写出了四千多字的大作 末了啊 还不忘自恋的让学生以作业的形式呢 过来观摩 于是啊 学生们纷纷表示 观摩个屁呀 观摩你为了这点钱 金经济叫小肚鸡肠吗 于是啊 有好事者 干脆把这个事爆料到了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波士顿环球报那 很快啊 全城老小都知道了 哈佛出了个四块钱教授 听说这事的人呢 大都跟那些学生一样 一边倒的同情中餐馆 看不起教授的做派 不就四块钱吗 多大点事啊 您给闹成这样 连打工挣学费的穷学生 一顿饭的小费给的都不止这个数啊 何况你一个堂堂教授 如果真的那么缺钱 那就不要出来吃饭 自己在家做饭呀 这教授是缺钱吗 有公司的老板跟媒体爆料说 之前请这个教授做过一次投资研究报告 结果他开价800美元一小时 五小时起价 另一份公开的文件中显示 教授在波士顿的富人区 拥有一处价值320万美元的豪宅 是个名副其实的高帅富啊 您说说 都这么有钱了 为了区区四块钱 死磕一个中餐馆小老板 这人到底是现代格朗台呢 还是背后另有所图 一向喜欢深挖新闻背景的 波士顿环球报啊 当然不会放过他 结果发现 这个高帅富教授是个打官司专业户 早在2000年 他就把两个广告销售公司告上的小额法庭 原因是他们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给当时还是学生的教授发了一堆广告传真 你说这事放到现在 估计就相当于电话推销 多打了几通电话 电子邮箱里一堆垃圾邮件而已 都不是个事儿 但是放到二十多年前啊 线上销售的大潮刚刚开始 所以这个事儿对付公堂也是个新鲜事儿 那时候的教授年轻气盛 再加上法庭上一通操作猛如虎 还真让他在两起诉讼案中告赢了一起 获赔一千五百美元 这个官司虽说是赢了 但是却没能得到执行 对方就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皮包公司 在判决下达之后 就果断申请了破产 教授拿到的也就是一张 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而已 不过也不能说这事儿 完全没给他带来一点好处 一年以后 他在申请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时候 专门提到了这两起诉讼 用来说明自己对法律一向非常热爱 命中注定 是块当律师的了 不能不说 抛开人品不谈 这人的确非常聪明 他在刚刚26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哈佛的助理教授 并且在三年后就成为了这个顶级学府的教授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仅一口气读下了四个学位 还考过了司法考试 拿到了律师执照 他拿到执照后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自己代理自己打官司 2010年 他主导了一起针对Facebook的诉讼案 起因是他发现 Facebook的隐私保护上存在一个bug 有可能会将一些用户的信息泄露给广告商 同年晚些时候 他又把谷歌告上了法庭 原因也是涉及到了用户的安全隐私 因为发现即使用户点了 拒绝分享数据 谷歌后台 依然有可能拿到私人信息 不过谷歌和Facebook背后养着的 可是一个庞大的律师团队 教授自己上阵做代理 这两起诉讼的都是还没开庭 直接被对方给碾压了 别说是得到赔偿了 就连起诉的费用 你都得自讨腰包 有了这两次失败的经历 他意识到跟这些超级大公司打官司 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于是开始柿子专挑软的捏 出血公司 办公室 清洁公司 租车行 在使用这些小公司服务的时候 火眼睛睛的教授 总能找到他们合同中的一些漏洞 并且揪出来 打做文章 而且多半都能成功索赔 不过金额也不大 小到几十 多的不过几百 而且这里面 基本都是第一代新移民 攒钱开出的小本买卖 尤其是以华裔 韩裔 日裔 或者东南亚裔居多 之所以精准打击这一群体 主要还是拿捏住了对方 出来乍到 而且东方人性格中 本身就带着隐忍和不惹事 很多时候 对方一听见他说 我是律师 马上就闭嘴认栽了 倒不是因为怕打官司 而是觉得打官司 耗时耗力 白白的在诉讼上浪费掉 宝贵的精力和时间 还不如咽下这口恶气 给钱了事 而对于教授而言 他可能在乎的 还真不是这点小钱 主要是因为 正能给他带来一种 奇特的心理优越感 觉得自己是用学历和智商 对对方进行了降维打击 直到他遇到这个 啃不动的小段老板 这些背景信息被披露以后 不仅是文化人圈子中觉得 这人欺软怕硬 犹如斯文 哈佛的校友们 也开始耻鱼与他为伍 教授同事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Alvin Roth 在自己的推特上评价 这个事情的时候说 如果把现在的互联网时代 比作当年的狂野西部 那么Alvin教授 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正义的警长 可惜啊 他从来都只敢去打那些 比他个头小的人 哈佛法学院的教授 也出来用专业知识 就在进行打脸 根据法律条文 只有在对方拒绝认错 和赔偿的情况下 才会在小额法庭 做出最低那25美元罚款的判法 而根据Alvin教授提供的邮件记录 小段老板几次都是20分钟之内就做出的回复 不仅反复道歉 还主动提出可以进行赔偿 就凭这一点 小段老板都不符合罚款的标准 相反呢 Alvin教授不仅仅是咄咄逼人 得寸进尺 不惜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来威胁对方 他才是知法犯法的那一个 还有不少人将教授和那个穿花哨裤子的法官相提并论 那个事情发生在2005年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 一个叫做Roy Pearson的法官 因为丢失了一条裤子 将一家韩裔洗衣店主告上了法庭 索赔金额高达5400万美元 这到底是裤缝欠了金呢 还是裤腰香了钻啊 当然都不是 而是法官大人挑刺洗衣店广告词中 当天洗当天去方便快捷不伤衣物 属于虚假宣传 外加裤子丢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双管齐下 对店主老夫妇进行这么一个天价的索赔 这个诉讼呢 不仅是原因和金额都非常离谱 但是因为法官的一番操作 还真的被民事法庭给受理了 在法庭上 法官声泪俱下 贡献了一场 没了裤子我就不能活的名场面 只是不管他的眼睛是多么偷出 陪审团的眼睛是血亮的 最后不仅法官输掉了案子 还让他喜提穿花哨裤子的法官 George Fancy Pants的称号 而且也正是因为有这个案子诸遇在前 很多法律界人士纷纷表示 愿意给小段老板提供免费的律师服务 一定要帮他打赢这个官司 给教授这种拿着鸡毛当令件的人 给他点颜色瞧瞧 除开这些网上更多的人 却是对教授点的那四个菜很感兴趣 有的人在Reddit上面专门开帖讨论 蒜香鸡 辣味花生虾 水煮肉片和呛炒煲菜 是什么味道 到底好吃吗 于是就有人专程去波士顿的四川饭庄打卡 就点这四个菜 拍照以后上传网络 下面的配文是 果然美味 难怪教授想要用一顿的钱吃两顿的量 而当地的一间公司更是在长都没尝试的情况下 将整个年会午餐的单子都交给了四川饭庄 一口气点了500多块钱的外卖 结果收获了好评如潮 同事们觉得这每样菜都好吃到铁盘了 而很有生意头脑的小段老板 趁机推出了以四个菜品为主打的教授套餐 并且对哈佛大学的学生给出了专属折扣 这波促销不仅让餐馆生意火爆了一把 还在学生中拉了一波好感 味道实在 价格实惠 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这破教授居然想让他家关门 他们不仅将这变成了一个聚餐约会的固定地点 还在校内发起了一个公益活动 以四川饭庄的名义 向波士顿免费食物中心进行捐款 建议每个人捐款的金额是四块钱 同学们用这种方式 划清和教授的界限 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并不是所有的哈佛学生 都是那样一个为父不仁 运用法律为虎作娼的丑恶嘴脸 起码这四块钱俺们是出得起的 在这样一个民意大潮下 哈佛大学也宣布 不会跟这个教授继续续约 而原本他会得到的终身教职 更是连门都没有 而另外一个站出来跟他划新界限 是他家的一位长辈 其实在这个事情刚刚被爆料出来的时候 网上就有人对教授这个 艾德曼的姓氏产生了猜测 他到底跟Marian White 艾德曼是什么关系 说起Marian 他在美国可谓是家喻户晓 不仅是一位黑人活动家 意见领袖 也是密西西比州第一位黑人女性律师 他一手创立了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 致力于保护妇女儿童 以及其他的弱势群体 他还写过一本书 叫做《引导我的脚步》 给儿女的一封信 文笔斐然又情真意切 不仅是美国高中生的必读书目之一 还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 正是由于她是一个如此伟大而无私的女性 也因为两人的肤色不同 所以即使人们发现教授跟他是一个性 但是依然说服自己可能就是个巧合吧 可是这个时候 Marian女士却发表声明 说教授父亲的哥哥是自己的丈夫 他结婚以后才赘上艾德曼这个夫姓 也就是说 Marian算起来应该是教授的大伯母 大伯母表示 自己只在教授很小的时候 跟他有过一段时间的交集 当时觉得这个孩子聪明伶俐 如果能够把智商用在正道上是前途无量 可惜他还是跑偏了 让本来就是承恶扬善的法律 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工具 本来需要保护的少数群体 在他眼中却成为了可以肆意欺凌的对象 他作为一个为了弱势群体奉献了一生的人 对教授的行为深感羞耻和遗憾 为了区区四块钱 丢掉了终身教职这个铁饭碗不说 还惹得众叛清理 最后成为了全国网友的笑柄 也不知道教授是不是连肠子都毁清了 于是他在自己那个校内网上又写了一篇道歉信 说自己死掐中餐馆的行为 是由于看到乱收费之后反应过度 越界了 其实并没有真的想要起诉小段老板 可是连道歉信你都说的如此居高临下 自然又在网上收获了一波恶评 而他的霉运也没有到此为止 在离开哈佛商学院以后 他又陆陆续续在几家高校短期任职 不过都没有超过两个学期 因为不管他走到哪 身上那个四块钱教授的标签都挥之不去 最后他干脆放弃了教书 在微软谋求了一个分析师的职位 但是还记得十多年前 他因为隐私协议跟谷歌打过官司吗 尽管当时输得非常惨 但是那一段打官司的历史 早早的就被记在了 硅谷各大公司的小本本上 于是他的报告中 不管出现了什么跟谷歌有关的内容 都会被自动加上带有主观成见 不够公平公正的标签 而被直接pass掉 在这一点上 谷歌可谓是做到了君子报仇 一知记仇 这么一来二去的搞过几回以后 微软也觉得教授这个人 是块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鸡肋 于是在合同期满了之后 也没有跟他继续续约 而这个时候 偏偏又撞上了 全球疫情引发的大萧条 教授各种找工作碰壁 在两年中一直处于一个失业状态 于是他又捡起了打官司的老本行 这次将哈佛大学告上了法庭 他认为 哈佛在八年前 拒绝给他这个终身教授的职位 是因为受到了网络舆论的影响 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 他的教学能力 因此他要求赔偿 或者再不计 让哈佛给他一个教职 这个案子目前已经提交 但是具体的开庭日期 却遥遥无期 不过我觉得 哈佛为了稀释宁人 赔钱也许有可能 但让他回去任教 是根本不可能的 毕竟这四块钱的事 闹得这么大 又这么丢人 估计学生选客看到他 都会绕道而行 那么另外一边的小段老板 和四川饭庄又怎么样了呢 跟落魄的教授相反 他们在过去的八年里 一步一步稳稳地走着上坡路 跟父亲更偏好美食不同 小段老板更钟情于美酒 于是他在经营着餐馆的同时 考取了调酒师执照 并且以技术和想象力 迅速地成为了夜内的一颗 闪亮的星星 他不仅把特色鸡尾酒 带入了中餐厅 还独创了多种新的调酒 为的就是和热辣的川菜 相得益彰 他作为一个年轻的二代华裔 登上了著名的GQ杂志的封面 并被评为2015年 Man of the Year 看见儿子如此的优秀 老段老板也终于放心 让他在2018年的时候 对四川饭庄 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翻修 不仅在餐厅内 扩建出了一处 设施齐备的吧台 整个店面 也装得颇有年轻人喜欢的 网红硬斯风 跟之前的小苍蝇馆子 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是即便风格转变了 价格却并没有因此水涨船高 根据菜单显示 人均20美元 不仅能够吃到淡淡面 红油超手这样的地道小吃 还能吃到水煮牛酸菜鱼一类 量大实惠的硬菜 再配上一杯鸡尾酒特调 简直不要太爽 挺过了疫情带来的餐饮业 萧桥之后 四川饭庄在2021年 位列波士顿餐馆排名50强 餐厅里的小酒吧 更是连续两年 被评为全城最佳 小段老板还在自己的油管频道上 大方地教大家 如何在家里 制作店内人气最高的特调 Father's Advice 用他的话来说 这款酒深沉 内敛 入口略苦 但是却有着绵长的回甘 正是代表着他心中 父亲老段的形象 不仅是歌唱家 美食家 厨师 雌妇 还是顽强坚韧的第一代移民 谁能想到四块钱 最终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一边越走越窄 另一边却是海阔天空 只能说投胎的时候制骰子 只能决定一个人的开始 之后还是要靠性格来决定一生 感谢收看M2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